近年拜登政府对我们进行了疯狂打压 我们用温而儒雅的反击 把美国的霸权支柱给撼动了 各位好 欢迎来到赵天尔观察室 关于拜登政府对我国的疯狂打压的举动 相信大家已经见得太多了 毕竟如今的美国政府离开了中国这两个字 仿佛就不会说话 而尽管我国每次的反击都看似是温文儒雅 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犀利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我们不但每次都能直击美国的要害 甚至还默默的把美国的霸权支柱给撼动了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 通过相关的结算货币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对华贸易双边结算当中 人民币的占比首次超越了美元 而对此日媒还总结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个金融市场的开放 而第二就是中俄贸易的增加 坦率的说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人民币结算的总占比依旧很低 根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统计 人民币占比甚至还不到3% 让不少人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了畅衰 但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从我国积极推动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就足以看出我国已经下定决心对美元霸权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之所以目前在全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占比还不是很高 其实主要因为我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稳慎推进 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如今大国博弈日益加剧 而外部环境不但复杂而且严峻 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让全球金融波动明显提升了不少 而另一方面我国自身的发展需求 有关经济学家曾表示 近些年来个人企业以及金融投资者 对人民币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影响化 有利于提升宏观政策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其实有句俗话说的好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如此 假如地基没有打牢 哪怕大楼建得再快轰塌 那也是一瞬间的事 虽然我们很清楚 如今在全球金融系统当中 美元依旧非常坚挺 但不能否认的是 美国滥用手中的美元霸权 来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已经成为了去美元化的重要契机 其实我国也需要这个契机 利用自身巨大的购买力 来虚弱美元在贸易中的支配地位 说我们实在是趁火打劫也好 投机取消也罢 既然给全世界树立了反霸大旗 那就不管是用阴谋还是阳谋了 我们都要彻底撕碎 美国用来剥削全球的美元霸权 进行中国式的替天行道 可以说是天下苦美就义 总而言之 有一些事情一旦开始了 就没法停下来 尽管推翻美元霸权 这条道路的前方是经济丛生 但作为第一工业强国 我们有实力和底气 既然美国霸权的支柱是可以撼动的 那么将它彻底推倒 也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感谢观看